调查的重点 台北市府和台志光签订25年长约 不过合约内容争议不断 北市议员苗伯亚就开空 整份合约不止25年来 北市府要给台志光独家宣议 还要保底每年给台志光至少4亿元 25年来就是100亿 他保证4亿 但是他确定到说你要营收到15亿 才开始跟你收这些权利金 所以如果他的营收没有到15亿的时候 这些给他铺光纤的道路桥梁公园 这些公有的设施就是免费给他用 所以你说这个合约肥不肥 我看是超肥 每年保证4亿 25年总是100亿 而且给你独家 根据台志光BOT案内容 北市府临出资 由台志光投入资金建制 北市的光纤网络设备 台北市府傻下的所有单位 于营运期间 都要优先给台志光网络的生意 苗伯亚批评这是不合理的大肥约 而另外也传出 北市议会有五虎将 包含陈崇文 李副中午李芳如 叶林传 以及2018年竞选失利的议员陈彦博 都会以所资卡预算等做法来刁难局处 而据了解陈崇文还曾要求警察局三天内 拷贝全台北市的监视器录影带画面 让公务人员连连加班 对此北市议会几乎近身不多做回应 而相关案情随着检调介入 将真相摊在阳光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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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北市议会准备 对此北市议会准备 对此北市议会准备